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古老却早已经面貌一新 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角落 都经历着各自日新月异的变革 变革意味着力量与力量的冲突 意味着可能性 意味着生命力 意味着成功与失败 当然也意味着无论成功与失败 都可能获得的精彩 这土地孕育了很多很多的人 十三亿甚至更多 也有很多很多人来到这 他们中的一位 叫做塞方马布里 马布里 1977年出生于美国纽约 库尼岛 是一名职业球员 上天给了人不同的天赋 给马布里 是打篮球 从三岁起 他的哥哥们开始训练他 他的哥哥曾经举了一颗篮球 告诉他 这东西无比神奇 有一天 他将带你到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 后来 这一天真的发生了 为五支NBA球队效力 两次入选NBA全明星的他 在2010年 踏上了这片神奇的土地 更加传奇的一段故事 就这么开始 他在章节 讲语 两个 两个 这到底是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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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这个 啊 这些人 我 我 这个 我 你能把他拿出来吗 真的吗 不是 你这是一个小区吗 你不是一个小区吗 你不是一个小区吗 你是一个小区 没来北京之前 麻贝就坐过了 这是北京的城市 在他的梦里 他看到了自己代表北京打球的样子 甚至看到了官军 像在大城市ips 有机会 在街上 得赢蜗 你夢中看到了吗 是的 后来 他居然真的来到了北京 有关这座城市 他的第一印象是 真独 那这样的人来到哪里 这座城市很堵,可能是世界上最拥堵的城市,对这样是因为有很多很多和马布里一样的人永入这座城市。 这一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5周年,马布里来到中国的第六个赛季,在赛季开始之前还有另外一件事马布里得做,得忙,一部根据他故事改编的舞台剧《我是马布里》正在上。 在那时,在麦克里的中间,我们的中间,变成大力。 停住! 我是马布丽 我是马布丽 马布丽在其中的戏份不多 却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就像我们说过的 上天给了人不同的天赋 演戏对于他来说 是第一次 没底 他在不停地反复练习 马布丽有点紧张 甚至有些焦虑 他谨慎 是因为很看重 他看重 是因为这故事不仅仅是他的 是这座城市 是所有人的 就像我在这处舞台剧 最后的群送里写的那样 这座城市 庞大到最后 闻纳我们所有人的路上 这城市 庞大到给了我们足够的海盘 这城市里汇聚了很多很多 志同道合的人 你 我 因为这座城市 因为梦想 联系在了一起 做梦 很容易 闭上眼睛 进入睡眠 你就能看到各种各样光怪陆离的情景 把梦想变成真实的 切切实实的触碰到 则是另外一回事 每个人都有梦 却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付出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运气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遇到志同道合 相互扶持 一路前行的战友 可我们依旧 在这城市里生活 努力 追寻 因为一旦梦想变成了现实 就会比梦想更加美妙 所以我们不愿停 也不能停 马布里来到了这片土地 很多人来到了这片土地 无数精彩的故事发生着 让我们仔仔细细记录着真实发生的一切 我是王猛 也是这座城市里生活的外乡人 我是马布里故事的参与者 见证者 可这绝不仅仅是马布里的故事 它是一条线索 是其中的一个角色 这是北京这座城市的故事 也是中国篮球 中国体育的故事 很久之后 在变革力量推动下 这片土地变成了另外一番模样之后 我们才能真正评价 这曾经发生的一切 而在那之前 我们能做的 就是真实 这就是真实 NBJ You'll learn the real Know the real Peace CobbJ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